马老师 天太热了 咱买点水走呗 要顺泽来去 咯 秀宇来电话 秀宇 哈喽 马老师 我们现在在新田农业摘草莓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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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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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 你们要保护好前方同志啊 今天我们也当一回吃瓜群众 这位大哥说 世上瓜旁 千千万没有技术 only one 核心还是技术 这是我们无法更改的 刚开始露天的 因为刚开始没有这个条件 露天的 露天种子 从露天之后呢 叫地摩 地摩刚开始 地摩之后呢 叫小拱棚 后来呢 刚管大庞 这次升级了好几代了 那我们发现啊 其实钓起来对西瓜是好的 那么它的西瓜 它的骨形啊很漂亮 它就没有阴阳面 就是有的西瓜就下面有个黄的有个白的 像我们这个西瓜就没有了 我们这个土地啊 它还要种水稻的 它上半一种西瓜 下半你可以种水稻的 我们可能在夏天不适合西瓜生长的季节 给它灌水 通过我们的豆浆补充它的一个 就是减少肥料的使用 通过UM精 这个一个就是有益精 来叶子病害的发生 所以你养的不是西瓜 你养的是土地 西瓜生活的好 瓜农们也不受罪 我发现这个农业啊 一定要有超前的一个势力啊 就是就是一般地上栽培的话 这个劳动用功量很累 这种 70年代以后的人 他吃不了这个苦 他弯着要干活吃不消 主要提减轻劳动强度 就是站立干活就轻松 还有一个站立干活可控 我们就是一麦一花嘛 它看得清楚 便于更规范的管理 中个西瓜还扯上数字科技 我们是一个数种人的应用 就代替我们干活的 简单例子 打比方今天下雨了怎么办啊 那么它这个盘 它自动会关起来 这个就代替人工干活的 像我们这么多盘 你来不及弄 我们现在给它简化 叫傻瓜技术 我们现在就是 番茄也好 我们西瓜也好 甜瓜也好 就共有一个技术 我们前面设备已经固定好了 多少行具多少东西已经固定好了 西瓜可能就是 把地方留两个或者十个固定好了 你就是弄好了之后 就按照这个线 我们有一个线的 就把它掉下来就好了 其他东西给它全部清理掉 就这个 就变成傻瓜了 反正我是没太听懂 因为学过电子电工呢 所以对我们来说 改造一个设备是特别轻松 可惜这西瓜还没熟 那我们就 阿姨您是哪儿来的呀 杭州 杭州来这儿 来这儿干嘛呀 采草莓呀 不把还在做 今天是有的吃的 这个很大 你看我的莲子里面的草莓 这颗最大了 没高兴的 到这儿体验 空旺在这里开开 开开了就高兴 这么大一球 那不要呢 你真是什么 这颗大的呢 哎呦 哎呦 这个王嘞 兄弟 这个最王嘞 来来来 好 这个好 您多吃点 一会儿他再收银钱 不提上好不好 您可 那我给您尝尝 您怎么摘草莓 摘一出来个黄色的东西 放房间里 草莓甜了 那边 还可以 尝尝 这一年能挣个两三万吧 啊两四万的话 打工都不值得现在 以前我应该在06年的时候 我记忆很深刻 我就种一百亩西瓜 那是可以在武康买一套房子 在我们县城买一套房子 还可以买一辆比较好的 当时比较好的一辆汽车 我感觉到农业 你发不了大财 但是你的小家会过得很滋润 你会过这一四五月的生活 你也拍了这样的主观镜头 你好丁师傅 我偷吃一个没关系吧 你提醒他 你多冒昧 你说 没有 hè 没有 太好吃 好甜呀 âmmy 太够了 甜不甜 OK 谢谢 哈哈哈 这儿好玩呀 草莓越大呀 又甜呀